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租赁的分差与合并 可以说我们租赁准则的内容 它给我们收入的套路非常类似 收入首先要识别合同 然后在识别合同过程中 有合同的分差与合并问题 收入准则如此 我们租赁也是一样的 先来识别租赁时有三要素 这三要素你要逐一的掌握 从客观体角度来把握它 另外我们租赁也同样有分差与合并问题 为什么租赁要分差和合并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如果合同中同时包含了多项单独租赁的 一个合同好几项租赁 那么承租人和出租人应该将合同予以分差 分别按照单项租赁来进行处理 因为我们租赁的会计处理 是按照单项租赁来处理的 你就得拆开 另外呢 常租人选择要是不分差的 应当将各租赁部分及预期相关的非租赁部分 分别合并为租赁 你要不分差 你就把它合并为租赁 按照租赁准则来处理 但是你要如果选择分差 无论是租赁部分还是非租赁部分 你到底彻底分拆 租赁部分你拆系了 非租赁部分你也得拆开 当然这怎么一个彻底分拆 后续呢我们用立体来把握 我们来继续看 在分拆时我们这里也有个流程图 来看一下 作为租赁的分拆 首先来问问题 第一问 合同是否同时包括多项单独租赁 你说是的 那好 如果是包括了单独租赁是多项的 上来就能看出来的话 无论成租人还是出租方都应当分拆 因为我们是对单项租赁来核算的 假如你看不出是多个单项租赁 我们接着问 合同是否包括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也就是说单项是单项 这个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是不是同时存在 如果它不是这样的 你就作为一个单独租赁 如果你能看出里边既有租赁部分 又有非租赁部分的 如果是的话 我们得分别来说 假如你是出租人 这个租赁合同里面既有租赁部分 又有非租赁部分的 你就按照收入准则 你这不是租出去吗 你出租人不获取租金吗 你获取租金就是你的交易价格 作为出租人呢 你就比照着收入准则 把交易价格分摊给不同的 这个单项履约义务一样 把它分给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这就够了 这说的是出租人 比照收入去分摊交易价格 那么要成租人呢 成租人那就得问一下 你是不是选择简化处理 假如你这里既有租赁部分 又有非租赁部分 你却选择了简化处理 简化处理就是不分拆 你要不分拆的话 无论是租赁部分还是非租赁部分 我们都把它合并成 租赁 统一按21号准则 租赁来处理 但是在这里边 如果有嵌入衍生工具的话 那嵌入衍生工具 还是按照22号准则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来处理 其实你就简单知道 我们如果既还有租赁部分 和非租赁部分 成租人呢 要是选择简化处理的话 统一按租赁来考虑 我要不选择简化处理呢 前面说了你要分彻底点 怎么分彻底点呢 来看 假如你不简化处理 成租人按照租赁部分 和非租赁部分的 单独价格比例 来分摊你的合同对价 把租赁部分分摊出来之后 按租赁准则处理 非租赁部分分摊出来之后 按其他准则处理 总之 你要把它做到一个彻底分拆 这是租赁的分拆 这里的具体流程 大家呢 有所了解 即可 我们一起来看 租赁的合并呢 合并应该很简单 就是说把多项合为一项 先说为什么要合 企业与同一交易方 或者其关联方 在同一时间或相近的时间 定立的多份或多份 包含租赁的合同 在符合条件的时候 下列条件之一时 应当合并为一份合同 进行处理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就合并成一份 第一个 该两份或多份合同 是基于总体商业目的 而定立并构成一揽子交易 若不作为整体考虑 则无法解释其总体商业目标 就是说 多份合同是一揽子合同 我们都知道一揽子交易的概念 多个交易之间有内在关联 看某一个可能并不划算 但整体考虑它就合适了 这就是说明 多个交易之间有属于一揽子交易的 那么既然如此 可以合并 可以合并 另外呢 两份或多份合同中的 某份合同的对价金额 取决于 其他合同的定价 或者类型情况 那不说明还有内在关联性吗 另外呢 两份或多份合同 让度的资产使用权 合起来构成一个单独的租赁 那就说两个合同是租一个资产的 那当然最好是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租赁合同来考虑 所以下来情况出现时 我们可以把租赁进行合并 当然 合并与分拆 从我们考试者来看 我们要从客观题来把握就可以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道多项选择题 假公司从乙公司租赁一台 推土机一辆卡车和一台长臂挖掘机 用于采矿 这采矿时还用推土机 卡车和这个挖掘机 租赁期为四年 乙公司啊 同意在整个租赁期内 维护各项设备 那么合同固定对价呢 是三百万 也就是说 租他这三台设备 同时还要维护 一共是给三百万 按年支付 每年走七十五万 合同对价包含了各项设备的维护费用 这就说明在这个租赁的合同中 既有租赁成分 又有非租赁成分 你这维护本身 那是非租赁成分的 假公司未采用简化处理 当既有租赁又有非租赁时 我们刚说完那流程图 当既有租赁又有非租赁时 我们成族人不选择简化处理 那就是要分拆 要分拆的话就得分彻底 怎么分彻底呢 我们接着看 未采用简化处理 而是将非租赁部分 比如说维护服务 与租赁的各项设备分别进行处理 所以A选项 假公司确认租赁的推土机卡车 和长臂挖掘机分别属于单项租赁 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只有这样 租赁才彻底分拆 假公司租赁的推土机卡车 和长臂挖掘机属于一个单项租赁 这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本身资产都是单项可识别 它应该是放在一起 应该彻底分开的 所以这是不对的 那么假公司确认租赁的推土机卡车 和长臂挖掘机的维护服务 属于一个非租赁服务 那么这也没有彻底 假公司确认租赁的推土机卡车 和长臂挖掘机的维护服务属于三个非租赁部分 这是正确的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为A和D 好 具体解析呢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来继续看 就在这个题的基础上 我们再看 成前例 如果市场上有多家供应方提供了类似推土机和卡车的维护服务 因此呢 这两项租入设备的维护服务存在的可观察的单独价格 假设其他供应方的支付条款于假以签订的合同 条款类似 假公司能够确定推土机和卡车维护服务的可观察的单独价格分别是 一个是16万 一个是8万 推土机16万 卡车8万 这是那维护价格 而挖掘机是高度专业化机械 它的专业性强 其他供应方不出自类似的挖掘机或者提供维护服务 别人没有 仅此一家 那么乙公司对从本公司购买相似长臂挖掘机的客户提供4年的维护服务 可观察对价固定金额是28万 分4年支付 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它这个挖掘机的服务也是有单独售价的 推土机16万 卡车8万 挖掘机28万 他们各自有单独售价 我们再看 因此呢 假公司估计长臂挖掘机维护服务的单独价格是28万 这是合心合理的 假公司观察到乙公司在市场上单独出租租赁 近期为4年的推土机卡车和长臂挖掘机的价格 分别是 这里有个90万58万和120万 那么假定不考虑折线也不考虑下因素 假公司有关租赁的会计处理正确的有 我们应该把那总的300万先分给租赁部分 再分给非租赁部分 然后按照租赁部分 非租赁部分 乘以各自的比例 把它分摊到家 分摊到最后的每一个单项 这就够了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 假公司应确认推土机的租赁付款额是843750 这么愣看可真看不出来啊 假公司应确认卡车的租赁付款额是543750 这也看不出来 假公司应当确认长臂挖掘机的租赁付款额是 112万5000也看不出来 那么假公司应当确认推土机卡车长臂挖掘机 三项维修服务的费用总额是52万 好像 好像也看不出来 老师啊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算一遍 可以的 我先跟你说思路啊 假如说你不愿意直接听答案 你说我先算一遍 这是最好的 那你就把那300万 分别给它拆分给 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拆给租赁部分的 再按比例分给租赁中的推土机卡车和挖掘机 分给非租赁部分的 再按照各自的比例 拆给推土机卡车和挖掘机的服务 维修服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来看就没问题了 当然这个计算过程 假设已经算完了 我们看到了正确的结论 正确的选项是ABC 为什么是ABC呢 我们来一起算一下 首先作为假公司要将合同对价300万 分摊到三个租赁部分和三个非租赁部分 我们要分拆不简化 就要分拆到家 三个租赁的单独价格分别是 90万58和120万 所以总的是268 三个非租赁加在一起是52 当然我们一看52 这肯定是那个 在没分摊前它就是52 分摊之后肯定不是52了 所以递选项不对 分摊率呢 你就用300除以268加52 最后分摊率是93.75% 当然你可以先分给租赁部分 和非租赁部分 然后在每个部分里再自己分 也是可以的 总之你先算出一个总的分摊率 也可以 算完之后我们再看 当然说的推土机 推土机的 90万乘以93.75% 算出了843750 当然那维护费呢 16万乘以93.75% 是15万 同样道理 卡车算出的是 54万3750 它的维护费是 75000 长臂挖掘机 它算出的是 112万5000元的 这个租赁费用 而维护费用呢 是26万2500 最后维护费用的总额是 48万7500 不是那52万 当然我们前面 这三项的计算 这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呢 是ABC 当然我这具体计算过程 我统一使用了一个分摊率 这结果是一样的 你说我分两个层次 先分给租赁和非租赁 在租赁非租赁内部再分摊 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个结果呢 应该也是这样的结果 大家可以回去测试一下 这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我们是按比例 把它详细分到最底层 分彻底 这就足够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租赁期的概念 在前面讲租赁合同的三要素时 它一定要有一个期限 在租赁问题上 这期限是至关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 租赁期是指成族人有权使用 租赁资产且不可撤销的期间 这个期间是我们核算的前提 成族人有续租选择权的 也就是有权选择续租该资产的 并且何类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的时候 这个租赁期还应该包含着续租选择权所涵盖的期间 你租五年 续五年 如果我们可以合理认定 你还会续的 那咱就十年 成族人有权终止租赁选择权的 你有权终止 说一共租十年 其中后五年你可以终止 在这种情况下 有权选择终止租赁该资产 但合理确定将不会行使的 那么我们的租赁期应当还是十年 而不是那五年 总之你有续租权也好 有终止选择权也好 总之我们得事先来判断一下 你会不会行使的权利 如果你继续续租 可以加上 如果你不会行使终止 那么我们这个期间是要涵盖在内的 其实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考试的时候那题目一定会给你一个已知 告诉你 他是不是可以合理确定续租 或者是终止租赁 我们继续看 租赁期 他要有个租赁期开始日 这个租赁期开始日呢 是个很重要的时点 什么叫租赁期开始日呢 它是指出租人提供租赁资产使用期 可供乘租人使用的起始日期 再说通俗点 就是乘租人开始控制租赁资产使用的日期 也可以说 这个资产使用权的控制的那一天 实现控制那一天 租赁协议中对起租日或租金支付时间的约定 不影响租赁期开始日的判断 哪一天你控制了资产的使用权 哪一天就是租赁期开始 我们说是从这开始说的 不可撤销的期间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只有成租人有权终止 则在确定租赁期时啊 企业应将该项权利视为成租人可行使的 终止租赁选择权来考虑 但如果是出租人有权终止呢 则不可撤销的租赁期时 是包含着这个终止租赁选择权所含在的期间的 也就是说这个期间如果是给出租人的 我们那个租赁期是含在内的 是包括这期间的 好 我们再看续租选择权和终止选择权 在租赁期开始日 企业应当评估成租人是否合理确定 将行使续租或购买标的资产的选择权 或者将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行使续租和不行使终止 都会让租赁期延长 在评估时 且应当考虑对成族人 行使续租选择权或不行使终止选择权 带来经济利益的所有事实和情况 说白了就是看人家是不是有利 人家选择续租有利 人家一定会续租 人家选择不终止更有利 一定会不终止 当然这个会在案例中给你明示 比如说他租了一个房子 他装修了花了好多钱 他会主动终止吗 他要终止的话 他可能再来很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考虑相关事实和情况 包括自租赁期开始日到 选择权行使之间的事实和情况的预期变化 我们都要考虑 另外呢 对租赁期和购买选择权的重新评估 还要重新评估的 发生成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 要注意 一定是成租人可控范围内的 并且影响成租人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选择权的 成租人应当对其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 购买选择权或者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进行重新评估 并根据重新评估结果来修改租赁期 这后续我们可以考虑到什么情况下来重新调整的问题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多项选择题 下列 关于租赁期的有关表述中 正确的谣 来一起看 在某商铺的租赁安排中 出租人甲在18年的1月1日 就将房屋的钥匙交付给成租人以 成租人以在收到钥匙后就可以自主安排 对商铺的装修布置并安排搬迁 说白了对于这个商铺的使用权的控制 是在哪一天 18年1月1日 所以这一天就是合同期的开始 租赁期的开始 合同约内有三个月的免租期 你别看三个月免租不影响开始日 起租是18年4月1日 成租人以自起租日开始支付租金 因此租赁期开始日是18年1月1日 这是完全正确的 也就是说租赁期开始日 跟你什么时候支付租金呢 免不免租金呢 没有白安冒钱关系 没问题 我们继续看 例选项 成租人秉玉出租人签订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 秉玉丁签订合同了 约定自租赁期开始日 一年内不可撤销 如果撤销 双方将支付重大发金 一年起码后 经双方同意可再延长一年 如有一方不同意将不再续期 并且没罚款 那么我们就得看一下这事会不会叙述呢 假设成租人对于租赁资产并不具有重大依赖 人家对你的资产没有重大依赖 所以无法合理预期 人家继续叙租 因此 成租人秉玉出资人钉签订的租赁期限 合同 租赁合同的租赁期仅为一年 不能说再延长一年 那么主要原因是 这事到底延长不延长 现在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能说可以合理预期 因为他本身没有重大依赖 假如访问来讲 说这个丙对于丁的资产有重大依赖 那有可能还要续租 这不具有重大依赖 不续租 所以仅为一年是正确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次选项 常租人S签了一份设备租赁合同 包括四年不可撤销期和两年 固定价格续租选择权 四年期限加两年选择 续租选择期间的合同条款和条件 于市价接近 没有终止罚款或者其他因素 表明常租人S合理确定 将行使选择权 也没有可以合理确定 因此他的租赁74年证券 这也没问题 我们再看 递选项 常租人N签了一份建筑租赁合同 包括四年不可撤销和两年按市价行使的虚租权 在搬入该建筑之前 常租人N花费了大量资金 大量资金 对租赁建筑进行了改良 预计在四年结束时 租赁资产改良仍具有重大价值 仍了舍不低 且该价值仅可以通过继续使用 才能实现 那就说明你还会继续租赁的 因此成租人应该去那租赁期是四年加两年 他却只说四年 错了 你看重大大量资金 重大价值 他怎么能够轻易忍心就那么把它放弃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可以合理的预期 他就会继续成租 合理预期的成租的租期 加上你的租赁期 四年两年 这不就是六年吧 好 我们说本期的正确选项是ABC 是ABC